價值觀很重要 所以今天H要帶兩位 從生命靈數來看愛情觀 是 我們今天來看兩位的生命靈數 首先我們先從虛耐靈主角這邊來看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兩個數字 一個叫制約數 一個叫命數 那制約數代表是他年輕時候 也就是他這個人的本質是什麼 制約數五的本質比較像 代表是說他比較嚮往自由 他比較不受拘束 他比較喜歡表現 表演 這方面是比較明顯 那至於所謂的命數是他人生的課題 他的數字比較特別是十一二 這是一個卓越數 待會我會講到每個數字 他有每個數字的能量 那二是他人生課題 他人生課題二是什麼呢 二是依賴 所以其實你是很容易去愛上一個人 跟這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很希望身邊很趕快 有一個人可以陪在你身旁 所以這個是可以印證你剛剛講的部分 那看第二張板子 因為每個數字都代表他每個數字的能量 所以你看 尋愛的 一有三個圈是特別多的 所以其實尋愛這個人 雖然他會依賴別人 但他非常的獨立自我 他其實骨子裡又很自我 所以你說 像剛剛他在表達他所有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都帶著他其實很強烈的主觀 跟自我的意思在裡面批判著 他不是一個就像外表看起來 那麼柔弱的女生 他是很有自我逐漸的女生 然後像你的圈圈是八跟九多了兩個嘛 那八是商業方面的 也就是說你除了在藝術方面之外 你還蠻有商業頭腦的 而且會有貴人來幫你 這是好的 那九的話是智慧 所以像尋愛他可以講話比較弱弱大方 其實跟這方面是有關係的 就是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小小女孩 實際上人生智慧是很充足的 那我們看最後一張 是他今年的流年 今年流年走到二 流年是從今年生日過後 那生日是五月九號嘛 所以五月九號過後走到二 流年走到二就變成是怎樣 就一樣 回到你的命數 你會容易感到孤單 所以從五月到現在八月 九月 你可能是漸漸的更希望 身邊有多一個人 或者有人可以陪伴 或者需要有朋友陪伴 這也是一種陪伴 大概是這個樣子 紫慧很特別 他的生日 我們看到智慧數三 跟他的命數都是三 都是一樣的 那命... 智慧數三是代表他年輕時候 就是他這個人的本質 是比較理想化的 好比說你愛上一個女生的話 你會一開始就把他想成一個 你理想中的公主也好 或者是說你覺得他應該就... 就像你剛剛講 他會把他套上一個濾鏡 可是一旦認識了之後 你這個濾鏡會立刻破碎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他跟現實之間有很大的差別 好像是 然後就慢慢的 你們的感情就會開始慢慢疏遠 這是你這個人的本質 那可是命數三是你的人生課題 人生課題三是怎麼樣呢 人生課題三代表說 你的思想非常天馬行空 想到什麼會忽然說什麼或做什麼 這有點展現在你剛剛在說 你沒有跟女朋友講幾點要出現 可是人家明明就沒有那個時間 有心理準備 對 但你忽然... 你就... 你就人來了 你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然後這跟你的表達能力 也會有關係 因為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有人... 通常有邏輯的人是 我講一 我講二 我講三 我講四 可是你可能是 我想一 我想二 然後我就講三了 對 我就直接講三了 它跳到式的 對 所以它的溝通上可能會比較... 你剛才自嘲說 可能自己比較沒有幽默感 跟這也有一點關係的 對 然後我們看第二章 好多一喔 對 但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三 它的三太多了 就是它很天馬行空的想像 所以它表達能力不好 是它講的話 別人容易聽不懂 可是醫太多的人是 人家講的話 它聽不進去 所以這兩... 雙向的溝通能力 變成了一個大的問題 對 所以以後 如果你在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這個溝通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意識 我覺得是耶 我好像有時候很多事情 都想在心裡 然後都沒有說出來 但我都以為對方懂 我常常... 我後來也有發現 我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你還交給會通靈的啦 對 那我後來就想說 這不是很簡單嗎 這不是就是照我想這樣 他應該就是懂啊 他 你是共感人嗎 結果根本就... 沒有說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心裡 我自己心裡在想什麼 其實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對 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 好 我們再看 它的流年今年九到九 九其實是一個結束的一年 如果說你之前有女朋友的話 到今年九應該是要 要嘛就是結婚 要嘛就是結束 但是也是有可能就是說 在今年不適合投資 不適合去 開闢一些新的人事物 但之前認識的人 有可能在今年開始開花結果 這個是九的一個流年的一個性質 好 兩位現在是愛情諮詢時間 可以發問 覺得要怎麼樣在工作 跟愛情這邊 怎麼樣可以兼顧得好 因為我這個人只要一工作 我就會把工作擺到第一順位 然後女生就是另一半 就是會忽略她照顧 不會覺得自己的承擔力 感覺不是很夠 其實你這個問題蠻深的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當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你要想像的是說 你理想中的另一半 你是希望她在家裡 等著你的那種 還是希望她也是在另外一邊 做她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接受 她也在做她自己的事情的話 那麼這個問題好解決啊 可是如果你愛上了一個 她是喜歡自己工作 但是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典型是 她還是希望 你還是希望她在家裡面 守候著家庭的人的話 這個問題就會 你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心態 因為這是傳統觀念的問題 因為客家人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蠻合理的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時代真的就是男女 一個觀念正在交錯 就是一個斷層的時候 因為女生現在很會賺錢 她賺的錢不會比男生少 那女生的觀念也很先進 我不見得一定要在家裡 可是男生可能她的觀念 還停留在原本的地方 那你們要怎麼會調和 那就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對 那你就得要去問問看自己 你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女生 對 其實這個我覺得不可恥 就是說不用硬去講說 我要的是一個 她也可以在外面工作 但事實上你心裡面想的明明就是 你還是需要一個小女人 其實不需要 因為每個人的觀念 是從家裡面 從小一起建立起來 沒有那麼容易改變 對 好 好 我知道我要問什麼 我想問說 那我比較適合怎麼樣另外一半 你啊 哇塞 這個有難度 請吃餅乾了吧 剛剛你知道她那個數字啊 是跟Coby Bryant的數字是一樣的 我是未來的Coby Bryant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 Coby Bryant是很自我的 她對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有強迫症 你有強迫症 對你看 所以另外一半 最好的另外一半就是 就是默默地 靜靜地陪在你身邊那種 可是偏偏你剛剛講的 你所有的前面的例子 你找的都是 他們想要控制你的 對 所以這是不對的 在你沒有了解自己之前 你去找的一個想控制你的 就她被不適合她的人給吸引到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就說 我們沒有 強者會吸引強者 他很自我 他也會吸引到一個很自我的人 可是事實上這不是適合的人 那你剛剛問我 你適合跟什麼樣人在一起 其實你適合跟一個小男人在一起 要嘛就是小男人 要嘛就是一個可以很 很成熟包容度很大的 雙筋很大的可以包容你的 絕對尊重你的人 對 他可以包容你的自我 包容你的獨立 我沒有很想獨立啊 我逼不得已啦 不要這樣 我們本性就是獨立 我不要 不會啦 能夠獨立代表你可以 掌握你自己的人生 也是很好的 對 女生這樣也是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分享給你的網路獨立 圈內容 分享給你的社團 商人